日局三線二星警政監林明佐 涉嫌貪污與博弈集團勾結 周刊爆料被懷疑中了 電競聯盟局前董事長的美人計 卸了2580博弈集團偵辦進度 搜索警長 警察動 這也意外讓2580博弈集團 黑歷史再度曝光 竟然跟2021年全台關注的 馬沙拉蒂行車糾紛案有關 毆打送信南大生的張信祖先 遭起底投資博弈網站2580 其中關鍵號碼查獲的四台名車 車牌號碼也都是2580 和博弈集團網站名稱相呼應 數字密碼2580 由上到下正好連成一線 方便讀客簽讀 而會則四個數字命名 據說是許姓祖先 當年經營工程行時的車牌號 被當成是起駕車 當時就是林明佐 偵破博弈集團主持破案記者會 逃向組織犯罪洗錢防治法 以及賭博罪深入就辦 不過林明佐這次洩漏偵辦進度 是否為2580博弈集團 對此中檢沒有證實 相信我的另外就是謝忍珍 台中採訪報導